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的什么药都一目了然 这就从源头上加强了对农产品生产的监管 进一步保障市民的餐桌安全 近日记者获悉 今年又有13家企业纳入全市农产品可追溯系统 即至目前全市已有73家企业或合作社开通了可追溯系统 在我市部分超市的货架上 您或许看到过这样的追溯标签 只要通过手机一扫二维码 农产品的身份档案便一清二楚 在瑞景商业广场的原初食品超市内 顾客正在生鲜货架上挑选商品 货架上摆放着新鲜上市的各种蔬菜 包括水椰菜 芽菜 瓜果 菌类 可谓琳琅满目 这些农产品被分袋包装好 整齐地码放着 正在挑选商品的市民告诉记者 买菜的时候除了看看蔬菜的品项 还关心产地农产检测结果等信息 看一下生产日期 然后哪个地方产的 农产啊 农产啊 对啊 那还有像 他研究提倡的 这种少污染啊什么这些 还是比较蛮符合 这种现代的这种选择吧 在不少蔬菜的包装上贴有这样的 厦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标签 上面标明了产品名称 生产单位 地址 联系电话 农产检测结果 同时还附有二维码 用手机扫一扫这个二维码 就可以进入厦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信息查询平台 那您会去尝试一下吗 可能应该会吧 你说一下 不知道那个二维码是干嘛的 那下次尝试一下就会比较说更放心一点是不是 是 会比较放心吧 通过手机扫描包装上的二维码 农产品的身份档案便一目了然 从播种开始 农产品在施肥打药灌溉采收农产检测销售过程中的信息 被全程记录在案 主要以蔬菜为主 那另外还有食用菌啊水果啊豆芽啊那些都在我们那个里面 主要说我们那个系统是含开的种植液那一块的 对农产品 在湖里万达的欧尔玛超市 不少包装好的蔬菜上也贴有追溯标签 我们现在这些品种大部分就依托厦门当地的一个那个种植户跟农业合作社 那我们是挑筛选这种有知志的一个追溯体系的合作社 然后我们进行对接 然后用订单农业的形式去寻取种植啊跟跟我们合作 福州博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进军厦门市场已经有五六年的时间了 主要通过在商超设立专柜等模式 帮助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解决农超对接问题 目前公司在厦门有六家对接的合作社 光在厦门每天要销售二十多吨的包装菜 我们目前有这样子的一个 依托大商超跟一些社区身心定的一个这种销售网络 那我们有相当规模的一个销量 那我们以这些销量为依托 然后就是寻找这些跟我们有合作意向的 有支持的一个 然后按照我们的一个每天的订单量 然后去提供商品给我们 按照我们的一个订单量去种植给人生产 在寻求合作对象的时候 加入追溯系统的合作社都是他们优先的选择 大家对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重视 然后还有一个政府的一个引导 跟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一个提升 那我们就是公司也是依托在政府这一块 就是说觉得是有 在这个时候必须要去建立 这样一套的一个体系 那我们今年上半年也是在农业局领导的一个支持下 那我们就是说顺利的对接上这样一个平台 那我们也希望说能为整个 就是我们厦门或者是福建的一个食品安全 做一些就是说企业应有的一个共性 或者是一个社会责任 从生产源头抓农产品质量安全 满足消费者在食品安全方面越来越高的需求 从销售数字上就可以看出 质量安全可追溯的农产品 越来越受消费者的青睐 从我们这个有追溯体系的这个分类来说 就是我们今年的一个销售 跟晚年同比的话 是成了就是数据上去抓的话 我们是换了差不多100多 对100%多 就是消费者其实对现在对这一块的令和还是很高的 所以我们在挑选这些合作中 这些种植物也是忧心看它有没有这个追溯 对它有这个支持 我们才会去更深一步的去谈 去寻求一个合作 这张标签虽小其中却蕴含着大量的信息 依托厦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 可以方便的查询到农产品 从播种到采收到销售的全流程信息 消费者选购的时候就会更加放心了 那么根据统计呢 下面是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 自2011年投入使用以来呢 纳入追溯管理的农产品品种数量已达359种 基本覆盖五市主要蔬菜水果等产品 纳入管理的产品面积达3.38万亩 累计使用标签453万张 企业或合作社产品资减总量达50359批次 作为首批四个试点单位之一 厦门庄家宝蔬菜专业合作社 在2011年就加入了农产品可追溯系统 合作社所种植销售的所有蔬菜瓜果 都必须加贴追溯标签才能够上市销售 在想安心虚的庄家宝蔬菜专业合作社加工典礼 工人们正忙着将各种蔬菜进行分检整理包装 在此之前 这些清早才从地底采摘回来的蔬菜 必须经过抽样检测 合格之后才能进入下一个工序 我们要出仓的菜的合格率 对对对 要检验它的质量 然后它的农产的这个检测值 我们都必须要检测出来 那什么要算是合格的标准呢 百万至五十以下是算合格的标准 那我们合作社的话 我们要求是百万之十以内 农产检测我们是做到PP检测 就必须达到PP检测 所以我们正常的话 我们每天是从地底回来的时候 第一个件事情就是要先检测 检测完确定合格之后 我们会再划换给工人包装 但是中途发生的时候 我们如果说快检的话 我们检测有疑问的情况下 我们还会 我们有跟下大生态实验合作 我们会深入的话 进一步检测到农产的一些大概系数 所以如果发现有什么疑问的情况下 我们一定会追查到底 所以到原因之后 明白之后 我们这不以后才会确定是划不划 对每个P次的蔬菜进行抽样 并通过专业的仪器进行检测分析 D级可以得到检测结果 这个结果将直接上传到 是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信息平台 如果各项指标均合格 通过了认证 系统就会自动生成一个二维码身份证 每天出去有一个P次 然后P次的话如果能够建立的话 我们才能进行销售 对然后销售我们在我们系统上面 我们已经登记了 说我们销售的对象是谁 然后我们今天检测值是多少 我们有合格 只有检测合格的商品 我们才能够打出二维码 农产检测结果只是追溯系统的一环 由庄家宝蔬菜专业合作社 种植生产的各种蔬菜 从蔬菜播种开始 期间的施肥 用药 浇灌 采收 各项信息都详细记录在案 通过厦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 消费者最关心的施肥类型 施肥时间 用量等信息 全部都可以查得到 我们本身对这个自身 还是效率比较高的 对 因为农产这一块的话 我们本来五针的话 我们五针的含义 本身还有一个良心仲裁 所以我们已经合作社 我们一直把这个良心仲值 把这个农产换在地位 所以这个要求对我们来讲 所以强客人是比较要严格的 追溯这块的话 我们合作社是 厦门是首批之一的这种点 追溯点 这块的话当然对我们的产品 也是一个 对我们后期这个把关的话 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关卡 但是对客户的话 对客户的增加一个客户的信任度 因为客户的话 以前的话 如果到我们基地 才可以看到说 我们整个种植构产 那现在它在家里 直接这奥运嘛 直接扫的话 就可以扫除我们的 那个种植构产 对我们可以 可以说到对我们的产品 是一个特别化 比较特别 相对于公开特别的 这种种植构产 目前庄家宝蔬菜专业合作社 全年种植150多种蔬菜 每天销售量在6000到7000包左右 加入追溯系统 让商家放心采购 市民安心购买 一定程度上也帮助合作社 拓宽了销路 关于今天的话题 网友们在平台上发来的留言 我们一起来关注 只要用手机扫一下二维码 就能够查询到农产品 种植过程当中的信息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操作 而且除了最关心的 农药残留的检测结果之外呢 还有就是种植过程中的 施肥用药都可以查得到 买菜之前 用手机扫一扫二维码 了解一下 购买起来也更加的安心 只有超市里那种 包装好的蔬菜瓜 我是加贴追溯标签的 希望以后这样的追溯系统 可以推广到全市 这样我们不管在哪里买菜的 可以追溯信息 也就买得更加放心 好的 感谢以上网友留言 我们稍时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下面是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 是一个开放的平台 只要是在 我是拥有一定规模的 种植基地 农产品基本实现 规模化 标准化生产 并且近两年 未发生农产品安全事件的 企业或合作社 都可以自主通过互联网 进行主体信息备案 经市区两级审核后 登陆平台 系统运行这些年来 有不少企业和合作社 主动申请加入这一平台 将生产过程纳入监管 规范生产流程 位于同安凤南农场的 圆衣厦门食用军科技有限公司 是去年开始进行食用军工厂化生产建设的 占地60亩 今年也来投产的食用军产品 有22个品类 由于品类多 品质好 新鲜度高 今年开始量产以后 圆衣的食用军产品很快就进入商超市场 而且销售价格还不错 那我们现在这个企业制定的标准 从原材料生产开始 就是采取的一个全部布朗 模具啊 炒混啊 另外一些配料啊 就基本上不用化学的 就用了一些石灰啊 这些类型啊 那所以讲从顺材到生产工艺 我们全部追选的 按磷农场的标准在制作的 那就是企业的产品 已经按我们按那个 柠檬场的标准在做 那那个像上次的过程中 我们也是追求 就是当天采收 当天上次 那这样做到一个新鲜的 一个新鲜产品的 就上次度 那就提高各种菇的一个口味啊 还有品质啊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不使用农药 而食用菌香气重 相比蔬菜更容易遭受虫害 为此原意采用封闭式的菇房 杜绝万来虫源 对掌虫的食用菌进行隔离或清除 通过物理防治的手段 达到病虫害防治的效果 今年企业加入了 是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主动把食用菌生产的全过程 纳入监管 有些菌生确实它那个香味很重 很容易遭虫 那这样的如果散户的底下 如果不打入农药 可能就很难把这个产量提高 那所以讲那有些像我们企业 就是全程可以做到跟踪跟追溯 所以讲上一个追溯系统 这次我就觉得很有必要的 那现在的相关一些超市 高档的超市 包括一些大的卖场 它也必须需要我们企业 有一个追溯的系统 就是它能查到这一盒的菇 或者一两的菇 是出处于哪个产 什么时候生产的 那所以讲我们觉得 这块对我们企业来讲 也是一个很有好处的一个体现 就是全程我们可以 得到一个跟踪器 目前一些较高档的商超 及生鲜配送店 对于农产品的生产流程 和农产指标有着严格的要求 纳入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为使用军加上身份证 让企业和商家 能够建立良好的信任度 像这样一个追溯系统 有一个好处 就是对厂家跟那个商场 会建立一个很好的可信度 那这样子对我们正规厂家 或者这样子 也能起到一个宣传的作用 像原初 天魂 包括大卖场 它必须是要求我们 有追溯的体系 才能够给它配到 如果没有追溯体系 它的产品也不敢采购 因为怕那个里面农产 都不可能每天去检测 那我们追溯系统是每天一车 一车到就是我们上次之前 就是每个品种 几乎每核的那个每个品种 每个单品都是测完在上次的 下面是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 建立资金 我是已全面将三品一标货政企业 和省市两级龙头企业 及示范合作社 全面纳入追溯系统管理 另外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 推广运用期间 不仅平台免费开放使用 完成追溯系统硬件建设 且经区籍农业部门 验收合格的企业或合作社 还可一次性获得 三万元的硬件补助款 目前持续参与追溯运行 且年度考核优秀的企业或合作社 每年还可额外获得 政府两万元奖励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鼓励和引导 更多的农业合作社生产企业 加入到这一系统中来 因为我们就是三维一体的一个平台 三维一体大家都是共享 不像可以信息是共享的 而且都是公开的 因为为什么我们通过二维码 消费者可以看到那种情况呢 就是把消费者也拉到我们追溯平台来 让大家共同参与来监督整个生产的过程 是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这一平台 把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 从外部的监管转化为生产者自觉的行为 提高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规范生产和经营行为 这个平台呢因为我们是作为生产环境的一个平台 因为作为生产环境的一个平台呢 对生产者来说呢 是一个是提高他们那个产品生产意识 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意识是增强的 再对他们树立品牌呢是有一个促进作用 让通过我们的追溯体系 一个对他进行生产过程的把控 进行宣传或提高 这样呢对他的品牌的树立 那是非常有帮助的 据统计目前五市从事农业种植的土地 约20万亩 其中只有3到4万亩纳入追溯系统 也就是只有进行标准化 规模化生产的合作社和企业 才能达到追溯系统的认证要求 不过随着现代农业发展 土地流转进程加快 会有越来越多的农产品能够纳入这一系统 那我们需要的是整个 从生产环境到整个流通领域 这个全链条 整个追溯平台 市里面正在推动那个全链条的追溯平台 然后我们从基金那个平台 或那个全市那个全链条的平台 连接起来了 这样对于那种以批发为主 大量批发为主的那种生产者来说 那我们那个追溯信息都可以延伸到市场 那我们现在呢 这个环境还需要有待于进一步的开发 那对于以包装有标签标识 有包装的那个那些农产品来的 他直接到超市啊 或者那个进行配送 他那一块呢就是 直接把标签 踢到他 踢到他那个包装标识上 那这一块呢就基本上 它是全链条可以实现整个追溯和监管 好 关于今天的话题呢 互动平台上又有网友发来的留言 我们一起来关注 我认为有了这样一个追溯系统的约束 农产品生产者能够规范生产管理 生产方式从过去的初放型 向据约化 规模化 科学化转变 这样不仅保证了产品质量安全 也提高了生产效益 我认为随着追溯系统推广 会有越来越多合作社愿意加入 因为贴上了追溯标签 就代表产品有了身份 市场接受都更高 也有利于农产品品牌建设 好的 感谢以上网友的参与 我们稍时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通过推广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 使越来越多的农产品上市时可追溯 质量安全更有保障 让老百姓的餐桌安全更有保障 这不仅是提高食品安全质量的进程 也是推动模式农业种植业现代化的进程 我们也期待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能够推广到更多的合作社和生产基地 覆盖到更多的农产品 让市民能够买得放心 吃得安心 好的 再次感谢在互动平台上 参与互动的观众朋友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 撒一撒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登陆厦门广播电视集团 官方微信和看下门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 感谢收看 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